所以真的到那邊你有沒有覺得說 哇你熱身笑笑穿上台灣的T恤 那種覺得我真的在打NBA這樣 夢想成真的感覺 這真的很像在做夢 就是一站上去然後人超多 現在去回想啦 那時候是有點緊張 因為你也不知道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他到底的能力是多少啊 緊張但是又很期待 但其實是很有趣的一個過程 安哥早安啦 早安早安 大家好我是球員彭春 現在 今天真的是比較早 比較早一點 還可以啦 因為我早上已經送小朋友去上課 大部分的時間都還蠻OK的 在兩年前呢 我做了第一支球員介紹 我就是介紹安哥嘛 安哥你有沒有看過 有有有 我有看 就非常的到 非常的棒 是嗎我應該有沒有寫錯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對 因為你寫錯我也不會知道 我記性不是很好對不對 然後我那時候看你學友 印象最深刻的是 你在高中的時候 你會學友底線切入報扣 所以我很想知道說 安哥什麼都發現 我記得安全好像打比別人好這樣 應該是說我從小學 就大概知道自己的運動能力還不錯 但沒有說到比誰好 因為還是有很多優秀的選手嘛 不管是在籃球領域 或者是其他的運動項目 只是籃球它比較是 真的是直接互相競爭 你說其他運動的時候未必嘛 對它比較真的是身體對抗的 我沒有覺得比人家好 但是我會覺得 為什麼別人不能做這件事 那時候啦 然後我是真的到退休之後 我才發現那時候 好像跟人家不太一樣 為什麼大家要做那麼多 不懂耶 一步就可以過啦 我現在也要 現在需要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 有查個資料是說 2001年 你是有機會到 NCW做個交換 這個消息是 真的有的嗎 楊白漢嘛 我應該是楊白漢的 第一個學生 然後也都已經確認好 所以在這邊要跟那個 Nike那邊說 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真的都已經講好 然後有一些 緣故 所以後來沒有去成 很可惜 不然 應該那時候也是第一個的交換去成 那安哥你有沒有曾經就真的 想過 如果我真的交換 會長什麼樣子 不一定 沒有 換了一個地方 就是換了一個環境 但我覺得啦 以我的個性應該還是 我絕對會更好 然後 You never know 對 剛才不知道嘛 沒有受過嘛 不曉得 我會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安哥到那時候去挑戰NBA的時候 其實語言還是亞洲人最大的一個隔閡 對 因為你畢竟是五個人團隊 你沒有辦法跟大家很自然的 或是很融入的溝通 那其實是相當辛苦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 如果說在體能上面 可能大家都差不多 就你守不住 我也守不住 對你來說 但是很大的一個差異 就是在文化上面 或者是打球的Style 打球的東西是可以學習 但是文化上面就必須要用 今年累月的時間來跟想 會不會有情況就是 因為你們溝通沒有像這麼順 所以沒有辦法去很明白的 去告訴對方 你需要什麼 所以譬如在場上 拿不到自己適合的位置 或是拿到球的次數也不夠 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跟球員彼此之間的關係 就是在球場上 我覺得是需要花時間 因為畢竟我到那邊 就是比較像是一個外來的 所以要拿到球的球權 特別我是一個黃種人 會比較困難 所以私底下就要多花一些心思 然後買什麼咖啡啊 豆奶茶給大哥啊 變魔術啊 然後他們玩遊戲 我就變得燒錢 功夫都要做 就是小菜鳥這樣 對對對 就是Rookie嘛 就是該做的都要做 那時候你被亞洲選為 亞洲三個非常有潛力的 一個就是姚明 然後田惠永泰 再來就是安哥嘛 你自己覺得 這三個人 他們都是不同位置 有沒有哪個特質 你會覺得說 他就是因為有這個特質 所以他才有辦法 朝NBA邁進 亞洲人的確在身材上面 稍微吃虧一點 在籃球上面 因為他是有肢體的碰撞 像姚明 第一個他很聰明 那我覺得他就 佔了一個最好的優勢 然後再來他的身高也是很好的優勢 所以要嘛就是很有身高很聰明 那就很容易 不管你是不是在NBA或亞洲 大家都會想要這種選手 偏偏亞洲人的身高 又是比較矮小的像田惑這樣子 哇那真的是打非常 在亞洲都算不高了 亞洲人的打法就是要保持一定的距離跟空間 去閃躲 製造空間 那像林書豪就是很好的例子 他一直在做Pick and Roll的閃躲 那可以製造出一個好的空間 我就剛好借在中間 所以我必須很多細微的觀察 然後去讀到一些對手的資訊 然後做一些決策 所以相對 我不是擺個子 所以我也不喜歡運球 但你用我運球 我會覺得很浪費我的體驗 那我們剛剛講到空間 其實之前也跟安樂聊得到 你覺得在挑戰NBA整個過程中 跟台灣最不一樣學習到的 是不是就是空間感這個概念 對我記得我那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我講話 很抽象很玄學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打球 我很不喜歡講話很累啊 我還記得那時候記者都覺得我 真的很難反問 就是你問我說怎麼打球 就是空間跟時間啊 可是空間跟時間這種 沒有辦法把它量化跟數據化 可是其實它是可以量化講得出來的 就譬如說 你站在不同的位置用一樣的動作 然後到達籃框會花出不同的時間 跟不同的角度 跟不同的距離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一個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你告訴我說 你對空間的了解是 你從後場只要接到球 你就可以知道 全場每個人的站位在哪邊 那個又是另外一個技能 就是視野的餘光 你每天要去練 所以你看一個好的選手 他打球他不會直叮叮的看 他會一直左右看 在左右看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少到270度左右的空間 是兩個人的位置 因為那時候在美國 應該是你整個不管球技 然後跟經驗都在巔峰的時候 或在台灣SBL的時候 是不是又有點撞牆棋 這個我覺得是很難去避免 因為在不同的環境 大家的打法會不太一樣 那特別是教練 執教的風格或教練的想法 教練是一個想法 球員16個人是一個想法 那我是一個想法 他是一個想法 就很難是在一塊 其實他是一個沒有辦法 這麼延續性的去銜接 當時候學到的東西 就是都有學到東西 但是就是怎麼樣去詮釋在球場上面 把像我那時候 到阿拉巴馬的一個大學 跟他們大學生練 那時候練了很多的身體的碰撞 很那種80年代的打法 可是我不可能一過來 就是全場我就是看到人 我就要撈進去 我不可能這樣打 但是我可以選擇 就是在時間的最後去這樣打 因為我隊友 我還是有其他4個人 先把重點移到別人的身上 最後到我這裡的時候 再用一些欺騙的方式來決定 我用那種HOT的方式去做 其實球鋒的轉變應該是 台灣跟美國最大不一樣 尤其在身體接觸上面 還有對比賽的判讀會很不一樣 然後我們其實大家看過很多報章雜誌啊 然後甚至我也說過就是 你去挑戰MBA的故事 可是其實很少 真的從你嘴巴講過 你只有在純吃茶裡面的時候講過 他們都說這個夢很遙遠 但是只有我知道有多遠 因為我試過 What you gonna be doing here Give me a try 那個信安你要不要挑戰一下MBA 安可你可以稍微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初這整件事情是怎麼開始的嗎 我是一直有這個想法 有這個夢想很幸運的就是 有這個機會有人找我去測試 我自己會覺得不管是你或我 大家都想進MBA 每個人的想法都這樣 但是沒有人會知道到底會不會實現 那我覺得就是我這個生命中還蠻多貴人的 那當初就是有一個教練 他一直從我高中就看 我覺得這個選手他很有潛力 他也是在美國MBA的球隊 喔他是在美國的球隊 OK 他是找我跟天蕾一起到隊 對 就是自己要準備好 因為台灣真的在國際上 能見度比較低 所以真的到那邊你有沒有覺得說 哇你熱身賽銷穿上台灣的T恤那麼久 哇我真的在打MBA這樣 夢想成真的感覺 這真的很像在做夢 就是一站上去然後人超多 現在去回想 那時候是有點 會有點緊張 因為你也不知道到底 會發生什麼事 他到底的能力是多少啊 緊張但是又很期待 但其實是很有趣的一個過程 等一下我們就來稍微動一下 難得有機會可以跟你鬥牛一下 好好好 OK 那一樣我們還是要來一個 我們來學習一下跟你上課 但是因為我們前面剛剛討論滿久 是因為 太多東西想教了 最後你決定 要教我們什麼 那我覺得先講一個空間的判讀好了 一顆球一定是從側邊進來 但是我接到球的時候 球過來的路線不會變 但是人跟人的方式會變 所以我就會先判讀 比如說 是在這個區域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這是一個投籃的空間 但是如果我今天投籃的狀況不好 我就會改變這個 我們直接的區域 對這個就是空間 就比如說球飛過來的時候 我在這邊接到 我就會直接投 但是我狀況非常好 但是我今天狀況不好 我就會往前跳 跳進去 到你的無法防守的區域 什麼叫無法防守 就是 通常在一個小手扭的空間 就是對方根本就手扭到的區域 我們的進攻的速度不好 可是當我進到你這邊的時候 你會非常的有壓力 這個位置 大家會覺得是一個切入的空間 但是其實我在判讀的時候 我會發現 其實你的後面這邊 才是一個空間點 假設球是從側邊推進來 我會用單腳接 用這個防守去 你太快了 太快是不是 好 我再用慢一點 接球有幾種腳步 一個是 跳進去 雙腳接 跳進去 單左腳 跳進去 單右腳 球不會變 你的腳也不會變 所以我會在空中 還在空中的時候 我就看腳 跟所有的人 跟這個球 球變成 跟環環 反而它飛過來 它其實會在這個位置 進來 所以我在街道的時候 我就是看 原來你是這樣子在 空間點是在這裡 所以我就會做一個 把眼神人這邊看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這邊有東西 防防你也會覺得這邊有東西的時候 然後因為你的手是這樣子放 對 所以你的被切入點 只在這上面 所以我會 我懂一次 要跳進去 對方的一個空間 就比如說 假設你是防守 我跳 沒有壓力 但是我跳 我可以選擇 你就會相信 你會有壓力 我懂為什麼 你後來講 大家會覺得很像選擇 因為這個跟我們 平常學到的觀念不一樣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假設一般的 在外面打球的時候 防守都會這樣子 在這邊防守 但隊友一定是從這邊傳球過來 或從這邊傳球過來 所以你在街道球之前 通常你街道球 就會在這個位置 大家就會開始 對 先開始這種東西 但是你可以試著 手舉起來代表 我不想讓你們投籃 因為你是一個射手 那你在街球之前 你就先告訴我們 你覺得哪個制空的 但你今天不准 我今天不准 所以我要靠近你 對 那我就只能這樣靠近 對 過人會有 1 2 3 4 有6個點 沒有 我只有2個點 那你只有哪個 好 就是左邊有3個點 右邊有3個點 所以剛才 你守在底下的時候 我會過上面的點 對 因為你侵犯我的原柱體 那但是如果呢 今天我是這樣 他不侵犯我的原柱體 我今天狀況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會跳進去 跳進去這個原柱體裡面 停一下 我在接到球之前 我知道 我跟背後是一個空檔 所以 我就會把腳尖指向這個方向 你的手是在上面 一直這個方向的時候 重點是我重心要先放下來 就過了 那安哥你們就兩個順的好不好 因為我等一下可能 做不了順的 你給我球過來 就會追不到了 我等一下應該不需要這樣 不用不用 對 那你 是不是 我說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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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往前 等一下我們還可以動一下好不好 好 還是有機會可以跟他動一下 動一下 那我現在已經不像以前了 這段沒有要聽 那你要讓我先嗎 講是這樣講啊 應該先拿個三次就可以了 好 好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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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 怎麼看 好 啊 啊哈哈 啊哈哈 啊 哎 打電 有了嗎 不可能想要蒙的吧 哎 啊 啊 啊